给那个了,好的 我下面就是把大家都静音 请曹老师给我们上课 好吧,聊得挺热闹 好吧,大家聊得挺热闹 能听见吗? 能听见?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交流吧 我们今天把上次就是列出那个项目来了 但是没有来得及说 今天我们说一下 一共三个内容 一个是什么是云存储 第二个就是我们介绍一些我们常用的 免费的一些网站和服务器 第三个就是请咱们徐晓红 徐晓红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样用这个小年糕来制作音乐相册 这是三个内容 咱们现在就开始 先说第一个 什么是云存储 什么是云存储 我理解的也不太透彻 云存储 它的含义就是保存数据 到第三方维护的存储系统 也就是远程的数据库 数据我们说数据包括什么 我理解数据就包括我们一些文本 图片 音频 视频 就是这些 它不是把你这些数据保存到你的计算机的硬盘 或者其他的属于本地的一些存储设备上 你像手机、平板、U盘、移动硬盘 它不是存在这上面 不是存在你的电脑和手机、平板、U盘、移动硬盘里头 不占这些空间 它是保存到远程的数据库 保存到远程的数据库 由第三方维护的存储系统来给你保存 这个云存储已经超过传统的数据存储方式 它已经超过传统的数据的存储方式了 传统的存储方式都是存储在你自己的设备上头 它这不是 它存储在第三方的数据库里头 你可以在任何位置通过互联网访问这些数据 不需要随身携带一个物理存储的设备 或者使用 必须得使用同一台计算机上保存 才能调出来 不用 你不用携带你这个硬件的设备 不用携带 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 你就能把你存储的这些数据调出来 有了这个合适的存储系统 你就可以让其他人分享 他这个定义我看 也就是这么说吧 就是说的简单一点 就把你的东西不在你家里放 放到一个有保存功能的地方 然后这东西还是属于你 你也可以随时把它拿出来 也可以随时把这东西分享给别人 就这意思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很有用 因为我们手机和电脑 它的空间是有限的 现在手机虽然扩大了 原来最小的时候才16个G 存不了多少东西 后来又扩大一些 现在有的128的 还有256的 尽管如此 如果你的数据多 你拍了好多照片 好多视频 是吧 也存不下 你要搁在这个云村厨里面 随时把它调出来 都能用 而且可以分享给其他人 这就是什么是云村厨这个概念 那下面我们再说说 我们常用哪些这个免费的云村厨 一般大型人家企业要用这个云村厨 租用这些服务器 是花钱的 因为它那个企业 它的数据太多了 它要花钱 可是我们老年人用不着花钱 我们也没那么多数据要存的 我们就介绍一下 哪些是这个 我们免费的云村厨这些服务器 首先第一个 我们的手机云村厨一般是五个G 只要你买了手机 它就给有一个免费的五个G的云村厨 这个空间 你不管也是华为手机也好 小米手机也好 还是其他手机也好 至于苹果的我不知道 我想它也应该有免费的给你存储的空间 手机上往往它都是默认是同步的 就是说你的照片呀 什么小视频呢 在你手机里头存上 它自动就给你存到 那个免费的云存储里面 其实你的手机上头 如果删除的话 还可以从手机的云村厨来调出来 但是你删除的时候你要注意 它会提示你 说你要删除这个照片 删除这个文件 是不是同时要删除 云村厨空间的内容 否则的话 你删除了手机的 把那个云村厨的也删除了 一般的手机是五个G 小米华为 我知道的都是五个G 再有一个村厨就是我们微信空间 我们微信都知道 上回我们也讲过 前几次讲过 这个微信的空间 这个空间是两个G 它是不占你的手机的 不占两个G 能查出来 怎么查 还剩多少 上次我没 前几次我没讲过 怎么样查 看你还剩多少 还有Coco Coco的个人空间是五个G 现在我们有了微信 很少人在玩Coco 其实这个Coco 你还是不要丢了它 它还有好多的用处 有的微信 它是达不到的 咱们做个比喻 Coco 是老大哥 那微信是 小弟弟 是后来的 它都是一家 腾讯公司开发的 最早我们很多人都用Coco Coco的个人空间五个G 这很有用 这很有用 Coco的空间五个G 很有用 比方说 原来我写的一些文章 我一些小视频和一些图片 我原来在我原来那个电脑里头 不是电脑发生故障 整个都消了 消除了 哎呀很可惜啊 那写的那些 我自己写的小文章 我打开我的Coco 在个人空间里 都找回来了 都找回来了 Coco 大家如果这个 过去你有这个Coco号 尽管你不要 现在不用它了 你用微信了 但是这个Coco号 你不要丢了它 不要删除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些电子信箱 这里头要说的就是我们的机密 就是我们注册了Google账号以后 就得到那个机密的电子信箱 它是15个机的存储空间 15个机 像那个网易信箱什么的 也有了 现在多少我一下闹不清了 原来网易是可以开博客的 可以开博客的 现在它的博客停止了 但是你以前开过博客的 还能掉出来 还能掉出来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电子信箱 实际上 实际它也有云存储的 你比方说你发一个很大的文件 比方说好几百兆 这样的视频 它不是直接发给对方的 它是先发到你的这个网易账号 这个云存储空间里头 它会提示你的 你的文件太大 要搁在云存储空间里头 这个有效期15天 它这个提示你 有效期15天 如果15天之内 你发给对方的人不下载 它就自动消掉了 除此以外 你还可以下载安装一些 免费的云存储的 这个设备 这个服务器吧 比方说腾讯微云 它是10个G 这个很好下载啊 在你的手机或者电脑 平板等等 你在它有个应用商店 应用商店 或者有的叫应用市场 有的可能叫APP 你在里头啊 输入这个腾讯微云四个字 它出来以后 就安装 就安装你的手机啊 平板上的安装上了 把你的照片你都可以存到里头 除了照片 你的一些文本 音乐都可以存到里头 都可以存到里头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以后 我把一些照片我都存在里头 音乐存里头 用了没多少 连一个G还没用完呢 照片用不了多 但是视频它存不了 视频存不了 这是腾讯微云 试一试 手机上 请静静 要不我这有回音 回音 回音 有的没听音 听音了 咱们就 说得清楚一些 这是说的腾讯微云 这存照片 音乐 没问题 视频它存不了 免费 你要是存视频 得花钱了 第一我介绍 百度网盘 这个量大 百度网盘 两千个G 百度网盘两千个G 你把它百度网盘安装后 用不完 你多少照片 是吧 两千个G 用不完 这些腾讯微云也好 百度网盘也好 它都是要让你输入手机号来认证的 它要实名制认证 有的像腾讯微云 它用微信来认证 因为微信和我们手机号是通过手机号建的微信 它实际也是间接的实名制 百度网盘它非掉手机号 手机号认证 两千个G 这相当大 下来那我们视频怎么办呢 视频 这个也可以 也可以就不占你的手机 不占你的平板 不占你电脑的空间 你可以用这个YouTube 有的叫油管 YouTube 用这个来存储 我们好多视频不都是发这里头 有时候我分享给大家 YouTube 怎么样往YouTube上传 我们也讲过 只要你建立了Google的账号 你就可以上传 有好多朋友已经上传过 再一个票圈视频 这是我每天要用的 是吧 这个存 我现在存了多少了 700多个了 它有显示数量 700多个视频了 传够多少个 它有的好的视频 它给你推荐 推荐多少个 它就给你升级 现在我是优质原创作者 你要注意看 它是 我是这个优质原创作者 票圈视频 还有看一看家号 这个我没讲过 除此以外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小年糕等等 这些数量是不限的 一会儿 这个徐晓峰讲 这小年糕 小年糕传上去以后 它就保存到网上了 保存到网上了 即使你删掉你的照片 你的小短视频 还可以在小年糕里头能看到 小年糕可以分享给别人 分享给别人的 小年糕除了可以传照片 还可以传短的小的视频 我看今天我说就说这么多吧 大致就是这个我理解的 有的也不一定透彻 也不一定完全准确 仅供参考 两个问题 一个是什么是云存储 一个介绍免费的云存储系统和服务器 好了 我就说这么多吧 下边就请徐晓峰来介绍 小年糕怎么样制作音乐相册 这个咱们说实在的 这就是玩 一方面玩 一方面把我们的照片小视频制作成音乐相册 搁在小年糕里头丢不了 一般不会丢 上回谁说 徐晓峰说谁说 我说丢了 丢了 一般的应该不会丢 我现在小年糕里头 我晓得可能换电脑 换电脑那个电脑没转过来 把那个电脑删了 后来我想了是这样 我两个iPad嘛 但是你换了电脑 只要你记着 你小年糕原来的 怎么注册的 那个小年糕 账号或者什么密码 应该能进去的 它现在 我们这个是自带 现在我们买的这个iPad是自带 你微信里面就自带小年糕 我这个苹果里面是自带小年糕 你不需要微信注册 不需要 你打开了就有个小年糕 自带 自带了 你输入小年糕以后 如果你把你苹果设备的那些照片 什么删了 在小年糕里还有吧 我现在就是前面的 就是到四川的 还有到华盛顿的 黄石公园的 找不到了 其他的后面 在这个里面做的 我都能找到 还有 我找不到前面到华盛顿的那些 后来做的就能找到 那这样的请您介绍吧 好 我来讲吧 你现在我讲一讲 是不是你给我共享啊 可以 可以给我共享是吧 那我就打共享了 好的 进不去啊 哎 现在呢 我主要先打开小年糕 这个 在做这个相册的时候 首先你要准备照片 或加录像 录像呢 它是要求在30秒 30秒的录像已经够不错的了 可以最多呢 可以支100张 现在我就告诉你怎么制作 首先打开小年糕 小年糕打开以后 你看到 你们看到了吗 听得到吗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听得到 第一个呢 就是有一个网友家做 你可以人家介绍 第二个就制作小影集 我就打到制作影集 我呢 找了一个 我原来做的 我选了一个开头 就是我们 那个叫什么 我们那个 风华 到那个 叫什么 小镇 去玩的 那时候呢 我们都自己带了 拍照的相机 所以我们个人都拍照的 这个网上传的这一张呢 我是做了一个 叫封面 然后后面呢 就是我们好多朋友 碰到了 大家就在一起玩 拍了好多照 我就把它做成了小年糕 当时我都没对外放过 就上一次放的 那个呢 就是我呢 就是我做的一个 那个跟那个 我的同龄人 因为我是跟 我49年解放以后生的嘛 所以我呢 就做了一个相册 也没对外放过 这一次呢 就放给大家看看 原来都是我自己欣赏 做了这个小年糕以后呢 就像个小店 哪一天 比如你到哪儿去玩了 你就看照片 你像以前都是照片 现在就可以做成这样 像我做 做了第一次呢 它一次可以输入多少张呢 九张 九张 像我这一个呢 我就做了一个封面 然后做了 做了六个 如果我再想 再想 再继续做呢 我这个完成了这六个 好像没有虫的 我就完成了六个 我想再继续做 我再做给你们看一下 这就是我 当时在那边 我们几个人拍的照 然后再加上 就加到哪儿去找呢 上传照片 从手机 你要准备好的 手机上传新照片 最多一百张 然后有上传视频 坚持三十秒视频的片段 或者呢 你从小年稿 已经上传的照片里面 可以找 这都可以找的 然后我就上传照片 我就点 你点呢 我就又点出来 我们就是到那儿去玩的照片 比如我再点几张 给你们看看 就是我们没有的 这是一个 这是我们家 徐晓鸥 你的屏幕还没有打开 我们看不到你的屏幕 现在我们只看到 直播屏幕 和停止屏幕 Zoom 是吧 我没有啊 我一直在讲 所以你们看到没有 我一直在讲 你能看到吗 我看到了呀 你看到了是吧 对的 你没看到吗 你再点一下 你就能看到了 我这个 我说什么 看不到 你们都能看到照片吗 我看到六张了 那行 那行 那好 然后再继续 我还想再加 我就操作一下 你操到九张 这是我的问题 我在这个算传照片里面 我再操作几张 比如我刚才已经 拍过了几张了 我再想再传几张 再传几张 这个第一个要点圆图 这样照片放出来才清楚 点个圆图 然后呢 我就 照了一个 我们两个 然后再看花 他们帮我照的 然后照了一个背影 就三张 四张了 五张 然后照了一个 这个景色六张 照了一个船 七张 照了一个八张 照了一个九张 它只能完成九张 九张以后你要继续 那就进去了 然后它就开始 上传了 你看了吧 就是 就做 它就一直要到九张全 原来是有六张 再加上九张 就应该传到十五张 它就没有了 然后如果你要传 继续传 像我马上就不传了 为什么呢 这个我已经做过一次了 做过呢 在我的小年糕 相册里面 所以呢 我就是想我要叫大家做 我不能把相册放给大家看 那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所以我就把它调出来 调出来我现在算 看得见吗 看得见 看得见 对它是一点点在上传 在一点点在上传 因为你前面是六加九 就是十五到十五张 它就完了 它完了以后 它就不传了 那你如果想再加的话 你还可以再加 再加那个加号 它说问继续要传吗 要传 你就继续上传 你就点这个 看到了 所以有个继续上传 如果不要继续上传 我现在就不想传了 我主要是告诉你们下面怎么做 好吧 然后就把它不要传了 我就够了 够了以后呢 我首先就点一点第一张 我看我这个里面 每张照片有没有重复的 如果有重复的 你等于万一你太多了 你把重复的不可以去掉吗 如果这个地方就有上移下移插入 你觉得这个里面应该插进去哪一张 也可以再重输 输了再来插入 还有删除 假设我想删除第八张 就删除我这一张 好不好 就把我这张删除 你看到了吧 我就点这个删除 这张照片 就没有了 下这张是我看话 低头的那一张没有了 变成这一张了 懂了吧 明白了吧 没明白你就讲 可以你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讲 然后这个呢 我就开始编辑照片呢 我基本上就是以这个封面 就是它 对吧 然后我就完成了 完成以后呢 我首先就是要提交制作 提交制作呢 我首先就要找一个题目 我题目不是要找吗 那我就提交制作 他就会 他讲提交成功 哎呀我这个里面忘了告诉你 然后怎么加题目 他正在制作了 他我就没加上题目 我刚才少点了一个东西 我也退回去 看看啊 他让他制作完了 我再加 再修改 可以修改 这个就是制作过程很快 因为照片少了 很快 马上就制作完成 刚才就15张照片 因为我这个出去玩的没有视频 所以我就没有加视频 如果你们有视频30秒的 如果你不需要30秒 你可以剪掉一点 就在这个电脑上把它剪掉一点 传个我传过38秒的 他也给我放 就是没问题 然后他正在制作 像我有时候制作太多呢 我就不管他了 我就干别的事去了 他这个制作 他就在制作过程 他好了以后 他这个呢 可能我没有添加背景 你没添加音乐 他就随机 他就给你 他帮你制作音乐 帮你随机 因为我忘了 刚才少点了一步 我可以修改 他做完了 我可以修改 加屏幕 然后这个就编完了 编完了我就可以放了 这个因为我没加 他帮我加了 就是 他就帮我放了 我就随机了 我前面做的背景 选的就是这个 他会这次给我 给你的还是这个 但音乐好像不一样 一切就在那里 还能拒绝 因此 好 试试 一切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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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呢 我就不要 一般我就不到APP去 基本上就這樣講完了 好吧我就回來了 就回去了 共享屏幕去掉了 看明白了 基本上就很簡單 但是你這個之前 你就要做一個把你的 你的相冊 跟你的色相 就是錄像都準備好 然後你就做 想好題目 想好封面 想好後面技術的 這樣子呢 就是時間長了 我可以打開來一個 就像看電影一樣 就回憶 就是像回憶一下子 你到哪兒去玩的 有時候 就像我那天給你們放一個那個 我和祖國同齡人嘛 就是我做了 我從來沒給大家看過 就有時候我會自己沒事兒在家 我就把我的東西放在看一看 還有呢就做生女們的照片 他從他生下來了 拍的照片了 就劇出來還有錄像了 我就會按十圈彈 給他們做上車下車 中車什麼快樂的成長 那些背景圖呢 都是自己去在那個裡面挑 有音樂有背景 什麼都有 就在小年糕裡面走 他那邊有音樂有背景 自己挑 你挑了以後你聽一聽 還有他背景圖出來你看一看 你滿意了 你就上傳 就確定上傳 你不滿意呢 就不上傳再挑 繼續挑 就這樣 我大概就講這麼多 反正就是我這樣做的 我也沒有什麼 那個你們有什麼不清楚的 可以問我 女音還有 我們曹老師都會做 他們都做得好得很啊 好了完了 好的 講得很好 習小虹 因為我剛才電腦出了點問題 你前面講的那部分 我沒錄上 我看還有時間 你再從頭 再說一說 不要錄吧 衛軍錄吧 衛軍有錄像嗎 衛軍有錄像吧 衛軍有錄像吧 我這個它是雲錄製 是這個服務中心的在錄製 那可以的 那就可以 那個 那個 曹老師 你到雲副上 我再重講 不需要 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那行了 不需要了 放 他們放吧 放在網上吧 反正我就是大概講 有時候你們不太清楚的 可以問 我想問一個問題好不好 我的這個是iPad 是很舊的 大概是最早的iPad 我到我那個App Store去 結果的話 找不到那個小紅 小年糕 小年糕 你可以 也可以下載 找你們家的人幫你搞一下 啊 實際上就叫 就叫那個 就叫小年糕 小年糕是可以找的 就叫小年糕 OK 沒問題 小年糕 做起來像譬如你到哪去 像我們老年人經常跟孩子們出去玩 近距離湖邊玩 或者你去拍個虛景了 或者滑雪了 滑雪上去嘛 你都可以把它拍下來 做成一個 OKOK 沒問題 我來找 我來找 程序裡 程序裡 你自己下載一個就行了 小程序裡 小程序裡 在找 我沒完全記住 你別吵了 現在我是把所有人的話筒都打開了 但是呢 我們因為還在錄音 所以呢 盡量雜音要去掉 如果要講話的話 還是希望大家能夠舉手示意我 然後再講 好嗎 因為畢竟大家 我們這還在錄製中 大家可以圍繞著今天所說的這三個內容 進行這個提問啊 或者是 如果有什麼不明白的都可以提出來 好 我們有一個舉手的 我把 那你的話筒已經打開了 我把你的手給放下來 你可以說 我想問一下那個視頻能不能演示一下 做視頻 跟這一樣嗎 跟這個一樣 就是 你那個三十秒的視頻 就跟照片一樣的輸進去 你輸到那個照片 不是可以有 視頻加照片有100張嗎 它可以錄100張 你就點個視頻進去 你點到那個錄像裡的不能點照片 它下面有個第二個是視頻 你點個視頻 點了視頻以後 它自動就上去了 它也傳上去了 等會放出來就是視頻 我就想問是不是也可以一部分照片 一部分視頻混到一起 可以的 可以的 明白 好謝謝 可以的 因為我是這樣做的 謝謝 下面夏天的分提問 老師 你這個小年糕到哪去找 在我是iPad iPad微信裡是自帶小年糕的 你要沒有你就下載一個 在微信裡頭 這小年糕是下載在微信裡頭的 哦 你那個手機裡的小程序裡面也能找到小年糕 小程序 對 也能找到 小程序裡頭有看一看 還有 還有問題 前面曹老師講的那個雲怎麼樣進入雲 然後進去以後再怎麼出來 雲 雲 雲有目錄嗎 雲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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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存錄到雲裡面 你要是照片 要下載下來 有的很快 怎麼進去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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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演示一下 那你那個 騰訊微雲的話 你安裝上以後 它就會在你的桌面上 有一個圖標 你把它打開 打開以後 它就有一個加號 你點那個加號 它就自動的 會把你的相冊 打開 你就是 要傳哪個 你就 也一起 可以傳好多的 你一個一個打對勾 它就開始上傳 另外 這個 騰訊微雲 還可以建立文件夾 分門別類的建立 比方說 音樂 或是我家人的照片 朋友的照片 分別建立這個 文件夾 這樣便已經好查找 騰訊微雲到哪去找呢 騰訊微雲就是在你的手機的應用商店裡 或者有的叫應用市場 或者蘋果設備可能它是叫APP吧 你在裡面輸入騰訊微雲四個字 就把它搜出來了 然後它會提示你下載安裝 微星 再怎麼出來呢 哦 試一試 好 看 嗯 他還問你 如果進去了 怎麼出來 對 最好演示一下 你把你的話筒關掉了 你怎麼推出來 你關掉它就行了 把那個軟件關掉就行了 就退出來了 這個演示啊 這個演示啊 因為我現在用的電腦 我提前沒有準備 那個那個同學微雲在我的手機上面 那下一次在那個 還有人問你啊 他說這個雲存儲啊 如果照片放了 馬上就到五個字的話 那可能就 他說就 不能夠 只能刪除了 那刪除以後的照片還能找回來嗎 你保存在雲存儲裡頭 是可以找回來的 那通過什麼能夠找回來呢 還是在雲存儲裡 對在雲存儲 把雲存儲打開都在裡面 就剛才我說的 扣扣的個人空間 不是五個記憶嗎 我原來電腦壞了 那些東西都沒了 我就打開我的扣扣號 在我的扣扣空間裡面 把我原來寫的小短文章啊 一些照片視頻啊 都找回來了 好下面我們是 A71你舉手 我把你的手放下 你可以問問題了 我想請曹老師 會後能不能把他講 那個講稿發到群裡 因為剛才聽了以後 沒有完全記錄 也沒記錄 也沒記錢 記錄也沒記錢 可以可以 沒有了 好的 下一次我們請這個曹老師 一個呢 是把今天講課的內容 放到我們群裡面 第二個呢 請下一次 再實際操作一遍 讓大家看一下 看看就是 如果是咱們下這個下載了以後 我們怎麼把照片 或者是視頻 沈進這個騰訊 微雲裡面 好好好 等到等媛媛 等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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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等 等媛媛 還有一個朋友 他說 百度的網盤 怎麼承除照片 一样的 你下载了百度网盘以后 打开网的网盘 它就会有添加 或者有个加号之类的 你就点那个 它有提示 陶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云端的硬盘 它能存储多少 它占手机的空间吗 不同的服务器 给你的免费 云端硬盘 是空间不同的 比方说我们微信的 那个收藏 微信收藏是两个G 这个我们前几天讲过 你现在看看你微信的收藏 还剩多少 能看出来 除了这个软件 本身要占用一点 你的空间 你储存的东西 它不会让用 聊天室里还有 如果去删除一些 已经放到云端处里 照片和视频 已经放到云端处里 照片和视频 你可以把你手机里面的 照片删除它 如果你不放心 你可以先试一下 就是说你传到这个 腾讯微云里面 几张照片 或者无关紧要的 几张照片 或者几个图片也行 你传上以后 你把你手机里头 删除 你看看 在微信微云里头 在那个 通讯微云里头 有没有 能不能再把它下载下来 你先试验一下 好的 托马斯 你可以问问题了 我把你的手放下 好 谢谢 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说的微信微云 所储存的东西 是不是只有在微信那个网站可以存 是不是我其他的那个照片 从我手机 或者是从我其他的微卷 都可以存到那个微信 微云里面 微信的收藏是两个G 打开微信以后 才能够打开你的收藏 不是 我说 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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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打开微信也行 它是一个独立的 你拿装以后 它图标就在你桌面上了 你即使不打开微信 你点这个腾讯微云这个图标 它也会自动打开 也会打开的 打开以后 只要你那个摄氏 是准许它打开儲存 就自动儲存 是不是这样子 打开以后 它有个加号 你点加号 它就把你的相册打开了 然后你 存哪个 你一个一个打对钩 它就给你存进去了 而且它的设置 不重复 储存 就是你储存过的 它就不重复 我怎么知道是储存在微信 或者储存是在那个 腾讯 那个 那个 cloud storage 我现在这问题不知道是 储存是在哪一个 cloud storage里面 你打开 腾讯微云那个图标就在里面了 就能看见 OK OK 你打开 现在第一步 就是说你 首先下载 安装上这个 腾讯微云 那很快的 很简单的 手机很容易 可是我发现到那个 iPad 是有些限制 这个中国手机 所以没有问题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我不知道看 用这个 苹果 iPad 哎呦 我给人也别的感觉到 太惭愧了 我 你那么大年纪还在学 哎呦 太惭愧了 活到老 学到老 没问题 有一个朋友在问 我们这个社区生活栏目 一周这个五天里面的日程安排 是让我们每次都有预告的 都发在我们的社区生活栏目里面的 每周一 我们基本上都是请曹老师 给我们讲一些电脑手机的操作 每周的礼拜二 我们呢 都是请的是邱振全老师教我们这个功夫扇 是第二套的功夫扇 还有呢 就是太极八法五步的这个练习 每周三呢 每周三呢 我们是这个 学讲上海话 周四的活动呢 不是特别固定 有的时候呢 我们讲一讲这个 怎么做菜 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还讲一些 其他的一些文学啊 历史啊什么的 或者呢 是讲一些医学方面的东西 所以礼拜四不是特别的固定 但是呢 我们每周六都有预告 礼拜五这个活动我们是固定的 就是练习八段井和这个太极拳 这个是我们也是请这个张老师给我们这个做这个指导 好 我们每周的活动呢 基本上是都有 下面还有谁有什么问题的 可以提起来 没有问题 有没有 周三 请问一下 周三讲什么 周三是学讲上海话 哦 学讲上海话 也是这个时间吗 对 我们这个社区生活栏目呢 是每周四 每周的下午四点到五点 这个时间段 就一个小时 哦 好的 嗯 是固定时间 没有问题了 谢谢 谢谢 还有时间吗 还有几分钟 我可以 第二天的说 你想 没有时间了 我就不展示我那个视频了 有时间我就不展示一下 不是有人说要那个在那个电子相册里有没有一种那个视频吗 就是除了照片以外 视频我有一个做了一个 啊 那你可以 做 你可以 现在可以展示 我们还有几分钟 可以展示一下 就是 刚才那个徐晓洪都说的挺对的 所有的流程都对 呃 就是每做一个你的相册的时候 他都给你提供了模板 这个模板呢 是根据你的需要来去选择的 呃 比如说你 你选择 我选择的秋天 是吧 那我的模板 我觉得 我就选择秋天 呃 那个 我试试啊 我操作上也也不是那么灵活的 所以呢 所以看看能成功吧 我是在这个里头存着呢 哦 对 对 稍微找一下人啊 呃 呃 这里可以穿插那个 穿插那个歌曲 就是这个歌呢 也是 其实这些歌曲呢 也是你 根据你的内容啊 内容呢 还是 呃 内容呢 就是你自己 选的那个 我看看啊 因为我从这里边 哦 稍等一下 对不起 我操作上也有 是不是 听 听 听 知道 我要 要 要在哪里播送啊 你别打开 打开 也行的 呃 这个 模板 就是我选择秋天的模板 这些照片 那些照片都是我自拍的 因为没有人做拍 我都自己拿 第一次拍的 用这个软件 第一次 然后输入了这个 呃 输入了这个 这个 ID 好以后呢 呃 对对旁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很可爱的 一路高阁 向南去 出土 彩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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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约笔诗